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建國頻道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0號 我們在四周前有曾經插枝菊花 在這邊插枝菊花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經過了四周 那現在已經看到有長根了 我們就帶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植物的生長狀況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來看看 好 現在我們來看 四周前我們在這邊插枝了三個菊花的枝條 經過了第四周 現在到現在目前為止第四周 看一下這個已經很明顯的有長根了 來 換這一隻 這一隻也看得出來有長根的跡象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隻就沒有 這一隻暫時沒看到有長根 所以我們在插枝菊花 大概最快的時間 在第三周到第四周的時間 會開始發根 我們使用的這個插枝方法 就是使用密封保濕的插枝法 這個方式對有一些植物 像這種帶葉子的植物 然後又可以適應這種潮濕的環境 的植物 就非常適合用這個方式插枝 而且插枝的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當時我們在拍影片的過程中 就有跟各位介紹過 說這個方式插枝這個品種的菊花 不是所有的菊花都可以用這個方式插枝 因為我發現有些植物 它不能在太潮濕的環境 所以我們在插枝的過程中 要挑選植物 如果植物可以適合這種潮濕環境插枝的話 使用密封保濕插枝法 其實插枝植物是最快的方式 而且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那像這個帶葉子 如果我們用一般的插枝法 以台灣的環境來講 如果今天你的環境濕度夠高的話 也許用普通的插枝法就可以插得活 但是我們如果像台灣 我們在北台灣平地的話 用一般的插枝法的話 如果帶葉子插的話 像這個有葉子的情況下 它有可能會水分散失過快 造成植物呢 插枝很容易會失敗 那遇到這種情況 有時候插枝的過程中 我們會選擇把葉片剪掉 再拿來插枝 但是根據我的插枝經驗 我覺得帶葉子插枝的方式 是最快長根的 因為植物可以在潮濕的環境呢 我們在密封的情況下 因為裡頭有濕氣 濕度夠的情況下呢 它也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水分 再來它可以醒光和作用 加速它發根 這是根據我個人一個插枝的經驗 跟各位做分享 如果我們單獨把葉片剪掉 用一般的普通的插枝方式的話呢 它的插枝出根的時間呢 可能會拉長 像我們這次測試呢 發現呢 這次這個品種的菊花呢 插枝下去需要三到四周的時間 它才會長根 所以呢 如果是用普通的插枝法的話呢 它長根的時間可能會拉長 當然各地 各地花有你所處的環境不一樣 如果你環境濕度夠高的話呢 在濕度環境高的環境下 直接插枝 用普通的方法插枝呢 或許可行 因為看這個品種的菊花呢 它的出根的時間點 發根的時間呢 很快 第三周到第四周就會發根 所以呢 算是蠻好插的植物 當然也有可能這個植物呢 也可以改用水插 這也還需要去測試啦 因為我沒有用水插過 那如果要用水插的朋友 我會建議 水插一定要天天換水 天天換水最好 如果兩三天沒換水 沒關係 建議天天換 因為我插枝過很多植物 用水插 會發現呢 水插的過程中 如果你的水不換的話呢 它很容易會發臭 會生壞菌 最後插枝失敗 會導致插枝會失敗 所以呢 會建議天天換水是最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帶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插枝的這個菊花 當時就是想要測試看看說 多久它會發根 然後順便呢 將這個經驗呢 分享給各位 如果各位有需要插枝菊花的朋友 就可以參考這個方式來插枝 當然不是所有的菊花都可以用這個方式插枝 我只是說這個方法呢 對某一些菊花可行 但是因為我沒有試過其他的菊花 如果有其他菊花的朋友呢 你可以去嘗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再會